肯定薄弱 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间 这一段的这个时间与空间 是乱世 众生的生活很苦啊 天在人后非常频繁 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菩萨这个六条纲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怎样才真正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最好的方法 最有效果的方法 就是这六条纲领 不失叫我们放下 后面薄弱是叫我们看破 你要真正能放得下 明文立阳 五欲六成 都不要挂在心上 这就是不失波罗 持戒是受罚 佛在经上 许许多多的教计 我们要遵守 但是经论太多了 如果每一步经论都涉及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而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 能够受持一步经 我们一生就受用不尽 不但是一生 说实实在在的话 从初发心 一直到圆满称福 无量皆都受用不尽 这是真的 一定要受法 除佛教界我们之外 我们现在身体 还没离开世间 还要跟世间 这么多人在一起相处 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它有组织 所以国家有宪法 有法律 每一个地区 有它的风俗 有它的习惯 由它道德的观念 我们都应当遵守 恒顺众生 随喜与功德 这就是持戒波罗米 我们受罚 我们受罚 不犯法 安人 我们有耐心 无论是对人 对死 对我 绝不及招 有耐心 有步骤 有分寸的去做 做的圆圆满满 后面这是经济 经是要进步 现在不但是科技 日新月异在进步 单单这一端进步 其他都不进步的时候 那个毛病就出来了 应该怎样 叫齐头并进 这个社会大众 才真正能得到幸福 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德行 学问 德行跟学问要有进步 怎么可进步法呢 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跟世间人所想出来的方法 不一样 事间人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成就学问 一定要广学多文 现在学校教育 就是用这个方式 广修多文 佛法不如是佛教给我们是一门神父 绝对不是广修多文 是叫一门神父 可是也许 可是也许诸位在四红诗院里面看到 不是法门无量诗院学吗 没错 没错 你只看到后面前面 你没看到前面 前面那一条是烦恼无尽事愿断 佛教人一门神乳 佛教人一门神乳是干什么 你广修多文 你烦恼要没有断 你广修多文 清凉大师在华言经上说的妙啊 他的结果是什么 阵仗协计 这是清凉讲的 我们仔细去观察烦恼没有断的 那些广修多文的 你仔细去接触 想一想清凉大师讲的 阵仗协计 你看看他是不是阵仗协计 没错 确实是阵仗协计 协计解决不了问题 今天社会这么复杂 谁能解决问题 没断烦恼的 那些广修多文的人 太多太多了 他们来为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办事 越办越乱 越办越糟 他自己以为有学问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看佛经 对于佛菩萨就不能不佩服 他们是先断烦恼 断烦恼之后 那个心是清净心的 清净心 神智慧 金刚经上说 信心清净 则神是想 智慧 现起来了 你六根 接触六成境界 就是广修多文 就是法门无量 事变学 成就你 无量智慧 你才能正点解决问题 所以精净就非常重要 我们要想成就自己 在无量法门里就选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 到什么时候你才广修多文呢 你一门深入达到信心清净 则神是想 行了可以了 然后你才可以广修多文 如果你自己 这个这身实相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 大吃大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的人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就跟六足慧能大使 在谭经里都说 他跟五足 五足说 弟子心中 长生智慧 有这个本事才行啊 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言尽色而闻深 弟子心中 长生烦恼 我们长生烦恼啊 长生贪嗔痴慢啊 这怎么行呢 人家长生智慧 你也问他 他为什么长生智慧 亲亲切烦恼断掉了 所以自己一定要 要晓得这修学过程 先断烦恼后学发文 一门深入这个办法呢 这个精进啊 就是断烦恼 断烦恼成就根本之 根本之 是无知啊 薄烦恼经上唱说 薄烦恼无知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从哪里来的 从无知来的 所以我们先要学无知 然后起作用的时候 就无所不知 平常 平常 我们没有讲经 没有人 来问问题 这个时候 心永远是清净的 一个杂念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是无知 要别人来问问题 谁问谁答 展开经典 里面的一离 就像泉水往外涌一样 那叫无所不知 初学佛的人 特别是出奖金的人 遭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经文展开之后 不晓得怎么讲 到处去找材料 找了一大堆 厚厚的写了多少章的时候 来注决 结果讲出来 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什么原因呢 智慧没开马 收集再多的 别人的东西 不是自己的 别人的东西 你要收集一个人的 从头到尾讲下了 还像那个样子 虽然不是自己的 他里头的没落 还能够连贯的下去 如果要搞一个三个人 五个人祸起来了 那说出来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像 这就完全错了 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叫真理 一门神 决定不能搞两门 我今天下午到这边来 我三点半钟来 四点钟有一位老太太来看我 这个老太太给我 大概有二十多年没见面 是我早年 在年游念佛团 讲弥陶金苏超 讲楞严金的时候 他常常就听见 二十多年前 来的时候 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我都在旁边听 讲完之后 他向我请教 我说你的头脑太复杂了 妄想太多了 这是大病 他今年七十八岁了 跟我讲 多了很多金 现在想学一门神父 不忍心舍弃 拜很多佛菩萨 现在专门拜阿弥陀佛 他说那些佛菩萨会不会怪我 好像我跟他这么多年往来的时候 现在跟他断交了 心里好难过 那我就没法走 我就引着他到我房间里去 我说你看看 我供的 供的那个我的小佛堂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我说我观音师制度不败呀 他看了呆了 一门神父 七十八岁了 还有几年了 他说他做了个梦 梦里头有人跟他讲 他还有五年 他说我是不是欲知实至 我说他叫胡思乱想 这个就是没有遇到好人之的 跑的道场太多 亲近的法师太多 一个法师叫他一个法门 十个法师就十个法门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修行修了这么多年 几十年了 越来越乱 越来越定不下来 这个窥斥大了 所以我就劝他了 经也放下 不要听 他还听我的声 路营大夫 不要听了 年岁大了 有什么好听的 不要听了 也不要看了 他到这儿还找佛书看了 还有人介绍他 这个经那个经 不要看 通通不要看 回家老师念佛 一句阿弥陀佛 你要真正老师念 决定完整 这是真实话了 别说年岁大了 年轻人实在讲 都不能搞得太多太杂 你要是搞得太多了 准定吃亏 你没有必要啊 你没有必要啊 这诸位同学 一定要想到 精进 精进 这个道理 说起来 好像是好懂 可是 事实 效果 你没有见到 所以你对于 古大德的讲法 现在人这些讲法呢 也是 孤望停止 为什么 因为你体会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你还是放不下 还是拉拉扎扎 要搞一大队 去年年底 我在新加坡办了一个培训班 期限不长 只有三个月 有28个小岁 我们只学一门工库 无量手机 每个人都要学 每个人都讲一遍 换一句话说 就讲28遍 而设计上 在讲一遍之前 还要练习讲一遍 那么换一句话说 56遍 三个月当中的时候 每一个人要听56遍 听一步就 不学净土的 也相信净土 学生的心得报告 我看到了 原来有几个学禅宗的 对净土很排斥的 到最后深信不疑 为什么呢 三个月当中是 50多次的讯息 他们明白了 才知道精进的好处 才知道什么叫做夜门深处 以前虽然听到这句话 这几个字也懂得 真正的意思 不像的 这个道理很深 希望诸位细细去揣摩 果然能够信守奉行 这个功德利益也是不可思议 我常常劝人 可是有些人怀疑 怀疑是不是 你这个健康法子不是好人 你叫我们学一样 你自己搞那么多样 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苦心 我叫你搞一样 你的成就决定超过我 超过太多太多 你要跟我这样啊 什么大成精灵通通都搞啊 你搞一辈子比不上我 你比我差远了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呢 给主持人说不得已啊 没有法子 这些今天要有别人搞 我绝对不去搞 你现在讲华严经 如果有人讲华严 我华严边都不碰他 我决定是一门深处 现在这个经教已经 没有人在搞了嘛 逼着我没的办法 牺牲自己的品位 为了利益大众 把佛法传下去 这是不得已啊 我知道的好处 我自己为什么不干呢 我当然会干的 但是我今天只给大家的路子 是绝对正确 金 金是唇而不咋 金是进步啊 无精进无懈怠 这是金进波罗蜜 自学圆满了 自学圆满了 我一家学实固 还要表现给别人看 谭虚法师 念佛论那个小册子 我们这边有啊 他的分量很少 后面呢 有一部分 大概分量跟前面呢 差不多相等 是我们从 谭虚法师 在香港打佛切 一个录音带里面 写出来的 这个录音带里面 跟我们讲了几个故事 这几个故事 很能启发人 特别是讲了 地先老和尚 早年有个徒弟 咕噜将 有个徒弟 跟谭老 算是同学 但是谭虚法师 没有见过他 你看这个人 不认识字 没有听过经 什么叫佛法 一窍不通 一定要赖着 老和尚跟他出家 老和尚是从小就认识 小孩在一起玩耍的 没有办法 得给他提度 提度的跟他讲 也不要受戒了 乡下找个小庙 叫他在那里住 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四个字 跟他讲 你就这样念 念内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你就再念 这个对他 这个人老实 听话了 你看 精进 精到什么程度 六个字 念累了 就休息 休息好了 就再念 你看看多自在 一点压力都没有 念了四年 人家站着往生 欲知实质 站着往生 一门深入 精进波罗米 那个时候 地心老法师 在金山寺 做制客 金山寺 镇江 他这个徒弟 在温州 浙江温州 纵信送到那边去 老后商坐船 回到温州 替他搬后寺 他还站在里 死了以后 还站了好几天 等老后商来 替他搬后寺 言教讲经 有什么用处 你跟他比差太远了 我看这个念佛论 已经送得差不多了 今天我通知图书馆 赶快再印一万策 果然能够信寿奉行 利益是无量无边 一句佛号念到底 那么这样 经也不要听了 我这讲经 你们都不要来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来 来干什么呢 唯假设事故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实实在在讲 不需要听经 一句谜调念到底 到这听经 充场面 让这边人多 那个初学的人来看 这个大概 这个法师讲经还不错 这种人听 帮助他增长信心 这就叫 为假设事故 所以这是来做影响中 不是做当机中 是来影响到场 是这么个意思 他是来表演 你坐在那里 是不是听见 不是 你坐在那里 一句也没听见 你坐在那里 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念佛念到底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对了 这就没错了 你的戒定会三学俱足啊 要紧紧 底下一条 静律 五静律 五三乱 微假设事故 静律是禅定 禅是繁语 从繁文 英语过来的 禅诺 定这个字是中国字 印度这个 谈诺的意思 跟中国的定很接近 所以已经 这个名词把它和起来 这个名字叫繁华和异 名词两个字 一个字是繁语 一个字是华语 它的意思 接近 而实际上 这个 承诺 是静律的意思 严格的来讲 跟我们中国这个定的意思 还是有差别 因为定 只有静的意思 没有律的意思 所以当时翻的时候 又翻成纸观 翻纸观 翻得好 这个禅诺 翻成纸观 翻得好 它里面有纸 纸是定的意思 它除之外 它有惯 所以它那个定 它不是死的定 它是吼吼吼吼吼的 对之散乱 那么现在呢 这位菩萨 净律散乱 两边都离开了 这就是 禅定 波罗蜜 圆满了 自立 圆满了 它还继续不断地来修 那修是给别人做样子 为家设施过 禅定修学的方法 太多太多了 后面又到第二卷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到时候 我们再详细地来研究研究 这就是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 在厨师带人节目 我们面对这个社会 非常复杂 在复杂的社会里面 我们如何修禅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波罗经上 佛给我们说了几百种的方法 实在讲 最简单的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到后面 我们再说 再看底下 波罗 五波罗 我愚痴 微家设施过 菩萨行门 六条纲领 前面五条 都是属于四 都有迹象 可寻 波罗是离 没有迹象 离 离不开四 从四上 形式出 智慧 波罗就是智慧 不失 不失 不失能不着相 又肯认真地去做 做了又不着相 又若无其事 那就是智慧 持节任辱 经济禅禅定 这些事 都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很认真 很努力 去修学 随修学 都不着相 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万伐皆空 了不可等 身心清净 那么你所做所为 这是显露出 大慈大悲 为众生做个好样子 给众生做模范 钱的利益 是让这个社会 有秩序 大家能够得到 安和落理 这个是 很清闲的利益 如果聪明更利益 那个利益就更大了 更高了 像释迦牟尼佛 在金刚经开端 所表演的日常生活 徐菩提发现 他怎么能发现 他自己达到那个境界 他才看出来了 原来世尊在日常生活表演的 是真实究竟的大圆满 大自在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就在他 作以吃薄 若是为大臣去 其实 圆圆满满 形式出来 一丝毫的隐瞒 都没有 真正不可思议 那这也是我们看的钱 如果再深一层看 不仅是四十九年所说 实在讲 射方三十 一切祝福 尘舍 叉舍 都在他 作以吃薄里的表现无异 所以一切佛法 何成离开生活呢 何成离开工作呢 所以我们这次讲华严谨 我们离了一个总题目 叫现代生活艺术系列 你懂得 诸佛菩萨 他所说的 他所行的 他所表演的 就是现代生活艺术系列 真实 究竟美满 你要懂得了 你从今天起 过佛菩萨的生活 不是凡夫的生活了 那不一样了 真正是破米开悟 利苦的路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先开金本 八十九页 是菩萨 是菩萨 不诸去如 不诸不去如 不诸以度 不诸非以度 不诸不诸不诸千他 不诸境界 不诸泛界 不诸安人 不诸封会 不诸精进 不诸懈怠 不诸境律 不诸散乱 不诸不若 不诸于痴 当于耳时 于诸不诸 也无所诸 或以过 大义切法 毕竟空故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那么今天讲台上 有一位同修 提了一个问题 诸无量寿经 可六度齐修 要如何修 我们刚才念的 这个就是六度 六度里头 最重要的 着重在那个肚子 这个繁愉 称为波罗蜜多 我们中文就翻成度的意思 假如直修不识 持戒忍辱 不能叫六度 那个度什么呢 一定要搞清楚 不识是度尖贪 你能够把这个贪心 放下了 放下了 用不识这个手段 把这个尖贪 不但四没有 连这个念头都打掉了 那就叫不识 不识波罗蜜多 那才叫做六度 那么由此可知 念佛也好 念无量寿经也好 念经的时候 能够放下万元 那就是不识 那就是不识 依照规矩去念 从这个经文 展开如是我闻 一评一评念下去 念得没有错乱 没有颠倒 这就是持戒波罗蜜 持戒就是受罚了 这一部经很长 初学的人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才能念完 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 你要有耐心把它念完 那个耐心就是忍如波罗蜜 念的时候 勇猛精进 每一天或者是规定 念一步或者是念两步 天天不去 这就是精进波罗蜜 念的功夫 不夹杂一个妄念 那就是禅定波罗蜜 那就是禅定波罗蜜 经文念的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没有怀疑 充满了信心 这就是般若波罗蜜 可见的念经也是六度祈修 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你将念经的这个六个原则如何能够应用到生活上 应用到工作上 你就真的受用 否则的话 读经的时候有六度 不读经的时候六度都没有了 那个没有什么大用处 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要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使你的生活就是六度 六度就是生活 这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受用 那么今天经上讲的这一段呢 这个境界就高了 是把你的修学向上提升 这个提升的境界不是普通的境界 发生大肆的境界 这个境界说实在话呢 就是那个不识 不识就是识 识到极处啊 无有可识的了 那你就圆满了 不识圆满了啊 是条条都越满了 不单止六波罗密越满了 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 都得到大越满了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不识 决定不能着相 什么叫着相呢 我们一般人 见色纹身呢 这个心里头落印象 落印象就是着相 如何叫不着相呢 不落印象啊 那呢 你要能不落印象啊 那你就成功了 你不但是六道出离了 实法界也出离了 你的功夫超过了一般的声文元教菩萨 实法界里面的佛 如果用天台家的话来讲呢 通教的佛 藏教的佛 你就超过了 这个标准就高了 当然不是我们现前境界 可是我们懂的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 锻炼呢 我们必定会落印象 希望这个印象淡薄 印象不要太深 不要太浓 假如一年比一年大 那你的功夫就有进步 去如是正果 譬如小陈 能够将霸舌霸平 见获断尽了 他就去入出谷 也就是徐头还 我们一般讲的正如 或者讲正得 这个去如跟正得的意思一样 可是要知道啊 他不能着想 如果他说 我已经证得虚头还古了 这个人肯定没证得 何以见得呢 佛在《金刚经》上说过 虚头还不做实念 没有这个念头啊 没有说他已经证得虚头还了 是不是他说 以证得虚头还 他有这个念头的话 他不是真的虚头还 由此可知 从小陈出谷 小陈是四国四相 大臣五十一个阶级 一直到原教如来的古地 人家修的是什么 就是修的不足 这么多的品位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不做功夫有浅深 不像头 平位低的 那个不做的功夫浅 平位高的 那不做的功夫深 实在讲呢 都是修的一个原理 一个原则 《金刚经》上所讲的 不屈于相 如辱不动 可以说 这两句 是大小成人 修行的 总刚灵 总原则 这叫真修行 这个地方是对自己来说的 一昧 从不做上 下功夫 心里面 绝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你已经就着想 那不屈于呢 不屈于念头 也不能用 为什么呢 屈于跟不屈于啊 是相对的 相对的 在佛法里面讲 叫二法 维摩居士讲得很好 维摩七经里都说的 佛法是不二法了 六祖谈经也讲得很清楚 二法就不是佛法了 主要知道 我们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才起心动念呢 就是二法了 怎样才能做到不二法呢 两边都不准 去入是一边 不去入是一边 两边都不住 这就成功了 两边不住 佛经里头啊 也有个名词 叫中道 主要知道 佛说个中道 方便说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中道 真的有个中道 中道是一边 那个两边又是一边 不又变成两边了吗 祖司 唯恐我们 不会这个境界 所以后头又加一句啊 年变不利 中道也不存在啊 中道也不能执着 执着就不是中道了 不执着的时候 不执着的时候 这个是会转中道 所以去入不去入啊 都不要放在心上 你才真正能够去入 此地所说的这个境界非常威胁 实在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 我们现前应该怎么办呢 去入 想去入这个地方 加工永恒 我们才有指望啊 如果说不去入 不去入就懈怠懒了 不干了 那永远没有指望 所以这些话 是等到我们自己功夫到相当程度了 才告诉你 去入这个念头不能要 那你就真的进入了 这个意思要懂 总而言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真的办不到 那就老实念佛 求生进度 这个经上讲的 到极乐世界再办 现在不是我们进阶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能入这个境界 那就不难了 这是最稳当 最近的一条道路 开启我们 薄弱智慧啊 下面这一句 这是江丽他 前面这一句 是自度啊 自度不能着想 度他也不能着想 不着一度 不着非一度 金刚金沙 世尊讲得很好 他用他自己来做个比喻 度 无量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得度 那个受众生得度 不着想 度众生的事情做不准做 从来没收习过 虽做心地清净 决定不落痕迹 这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有什么本事 这就是他的本事 我们凡复做不到 凡复做一桩事情 心里落印象 落印象啊 就是造业 不落印象 不造业 没有业 没有业 当然他就没有报 我们这个落印象 印象里面可以分为三大类 好的 不好的 无所谓好坏 这三种啊 无所谓好坏 叫无忌业 三种都有国报 好的 那是善报 三善道 不好的 三我道 正是所谓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果 我们没有能力 不着想 那么齐心动力 一切作为 就要想到 善我因果报应 才能够真正的自求夺福 现在人常讲改造命运 改造命运 一定要懂得因果 果上没有办法改变了 要在因上改变 因语言上改变 这个是获利的 这是真实的 所以度众生 这个度就是帮助众生 关怀众生 爱护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不可以着想 做一度啊 再做有 如果做非一度啊 那是做空 空有两边都有过失 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对自己都是障碍 那么下面这个六句 就是六度 不着不失 不着坚贪 这就是不失波罗蜜 不失要不要做呢 要做 不失的目的 就是度坚贪 坚贪是烦恼 是烦恼里面的根本烦恼 佛在经上啊 叫贪嗔痴 叫三度烦恼 没有比这个更重的 设在这个三度 再把它归拿起来 就是一个贪 你为什么会有成会呢 贪不到才发生成会啊 如果你贪得了 那成会就没有了 欲吃自在其中 所以三度归到最后 就是一个碳 六度把这个摆在第一位 所以这个六波罗蜜 实在讲呢 都是不失波罗蜜 不失里面有三种 有财不失 有法不失 有无畏不失 持戒 使这个持戒忍辱 这两条啊 都是顺着无微不失 精进禅定 不若 是顺着法不失 所以啊 这个六度 包括菩萨一切法门 而六度又可以归纳成一个不失 这才想得不失重要啊 不失就是使 不失就是放下 不若是看破 不失是放下了 彻底放下了 究竟放下了 坚贪的根就拔掉了 那么换句换句 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 你要想断烦恼 从哪里断呢 从不失断 怎样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呢 要不着相 不失 做了不失的相 不行 即使 坚贪也能够断了 断得不彻底 断得不圆满 一定要不着 那才是究竟圆满 这个要认真去做 第二个 不着境界 不着反境 戒律 是修学的根本 无论修学 哪一个法门 大臣小臣 宗门教下 弦教密教 都是从持戒下手 如果不持戒 决定不能成就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要记住的 戒律从哪里下手呢 根本戒就是五戒 佛在一切境上 教给我们的五戒十善 从这里下手啊 从这里下手啊 佛在观经 给我们讲修行的三福 三福 是所有宗派行门 修行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包括念佛法门 就是念佛 这叫做异性道 但是 如果你持戒不业 念佛也不能往生 那不能往生 念佛变成什么呢 念佛是善业 你还在三善道 说不 不能往生 这一点呢 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祖师大德 教给我们 持戒念佛 戒律 广义人生 就是守法 样样都如法 这个意思 既深又广 无论是修学事法跟处事法 一定要循规掏取 按部就办 这样去修学 可是你要做到圆满 也不能执着 为什么不能执着 他最后结论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必尽空 既然必尽空了 佛为什么要设这么多法 这些法都叫方便法 破众生 五十戒以来的烦恼吸气 用这个方法来破除 也正如同 众生生病了 大夫用药物来给你治病 这个药很有效 你服了这个药 确实药到病处 等到你病没有了 药也不要了 法也不能吃出 病好了 病好了 天天吃药 就又吃出病处了 病好了 药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药是方便法了 不是真实法了 佛法就好比是药 方便法 这个佛法也是因缘生的 众生没有病 哪来的佛法 所以众生病没有了 过过都成佛了 法就没有了 这是法不能够治住 那么在我们心情 我们一定要认真去持戒 我们还着想持戒 千万不能说 我不着 不着是好听啊 那不着境界 你也不着犯戒 就天天犯戒 拿得了吗 拿得了吗 那个不得了啊 不着犯戒 前面那一条要做到啊 后面才有功德啊 如果前面那个不要了 我单单要后头 我不着犯戒 那天天犯戒去 那就是要堕落了 那你就完全把意思错毁了 前面这句圆满了 这个后面这一句才得了 功夫才真正得了 不着安人 不着峰会 男人 是忍如波罗诺 世间人常说 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为什么会有限度呢 因为他啄了 他啄了下 做了相啊 这个忍如的确是有限度的 如果不做相啊 这个忍如就没有限度 那才能叫圆满 那才能叫圆满 忍如对什么 对成灰满 愤是愤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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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的人 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这个烦恼 起来了 起来了 很可怕 佛在经上比喻说 胡烧功德丽 什么胡呢 成慧之火 你看人一发脾气 全身发热 脸上都赤红着 成慧之火 非常可怕 功德是什么呢 功德是戒定慧 持戒有功啊 定就是德 那功德 修定有功啊 开慧就是德 那么你一发脾气 戒定慧就没有了 这叫活烧功德丽 戒定慧以三学 也是佛法的总纲理 总原则 包括无量无边的行门 我们常讲 法门无量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比喻 你从这个方法 真的 前面讲的 去入 你从这个方法 去入 所以把它比喻 做一个门 这一发脾气 戒定慧三学 都没有了 所以功德 不容易保持 你要问问 你修行 有多少功德 那你就想想啊 你从什么时候到现在还没有发脾气 你就这么一点功德 如果你到讲堂来听经之前发了一段脾气的话 那你的功德就是几秒钟 就是几分钟的功德 从发脾气以前都没有了 那这样子 这是不是白修了呢 没有白修 那是什么呢 福德 福德了 那个发脾气 没有关系 福德烧不掉 功德烧掉了 这功德 没有 你修的那个戒定慧 都变成三界 有漏的福报了 所以你要晓得 功德能了生死 出三界 福德不行 福德在三界里头 向福受报 不能了生死 出三界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 佛经里面讲的五界十善 不一样 你看十善里面 生三 口四 异三 这个生三也是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五界也有这三条 不一样 五界是功德 实善是善业 不能了生死 出三界 可是五界呢 那个功德 能了生死 出三界 虽然民是 名词一样 好像在 行持上也差不多 可是 意义 不相同 一个是曾经 持戒 是发了誓愿的 我一定要守 实善里没有发这个愿 没有发这个誓 所以戒跟善呢 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在念佛人来说呢 这个戒帮助你得定 定是什么呢 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那就是念佛三昧 你要是得到了 决定 我走 念佛三昧 功夫 前身 不等 上等的 功夫 叫 理一心不乱 中等功夫 叫 四一心不乱 下等功夫 叫 功夫成篇 实在是 上等 中等呢 我们 很难 达到 但是 那个下等的功夫成篇 如果我们大家 努力点呢 都可以得到 那么 下平 行吗 行 下平 生 凡 圣 同学 土 这个理念 也有三悲 九平 功夫成篇 凡神 同学 上三平 往生 的人 不但可以 欲知 实知 而且可以 自在 往生 自在 往生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不一定要等我们这个寿命到 不一定 想提前 可以 寿命到了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事情的话 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也不该死 这就是我们讲的 生死 自在 生死 自在 可见的 在念佛法门家 不难 确确实实 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到 那你为什么 做不到呢 因为你不肯 不识 你就做不到了 不识 什么 放下了 你不肯 放下了 那就没法死 真正肯放下 让自己心里头 丝毫 牵挂 都没有 你就成功了 你就能做到了 所以说 身心 世界 一切 放下 知道这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 是真的 不但世间法 是假的 佛法 也是 假的 世间法 放下了 佛法 也要 放下 只 依靠 这一句 佛号 就成功了 就 决定 得 神 名号 功德 不可思议 这个我们在大神经里面 讲的很多 同学们听得也都二熟了 那么由此可知 成败的关键呢 一个是放下 一个是耐心 人如波罗门 就是有耐心 凡夫 总有吸气 现代人所谓的 有些瓶颈 一定要把它突破 你修行的功夫 才能得力 脱破 唯一的条件 就是耐心 比如念福 如果我们日夜不断地去念 感觉到疲劳 疲倦 这个就是业障 怎样把这个业障 突破呢 那你就是 精忍 克服自己 这个习气 突破这一关 这个念福的 好处 你就得到了 你会越念 越欢喜 越念 越自在 越念呢 这个身体 越健康 头一关 很难突破 突破之后 就得自在 念的时候 发喜 充满了 下面一句 不着 紧紧 不着 懈怠 一定要 勇猛 紧紧 虽 勇猛 紧紧 不着 心里面 不要 着 勇猛 紧紧 地 像 坐这个 像 就不好 因为你 坐下 你的心 就不清 所以要懂得立像 立像修行是祝福菩萨性 凡夫跟佛菩萨 就是心不一样 佛菩萨心清净 凡夫的心污染 着相就是污染了 不着相就清净了 差别在此 所以 薄若经上 一再强调 不住 一再强调 不可得 这是四十真相 一切法 不可得 你就绝对 不能执着 你执着 就错了 决定不能下来 一定要勇猛精进 你安兵不住 这个就对了 底下经文是净律 净律就是成定 六度里面 禅定 这个名词 在乙经的体列里面 叫凡华和义 因为禅是凡语 凡因 定是中国字 所以这个名词里面 一个字是凡语 一个字是我们中文 它把这两个号起来 成为一个佛教名词 成为一个佛教名词 很接近定 但是我们用定来解释禅 很难 所以必须要加以解释 就是解释里面 多半翻作净律 这个是解释 成定 净就是定的意思 可是它里头有律 它不是个死定 它是活的 定中有境界 不什么有境界 所以净律又翻作止观 这个名词诸位也常常见到 天台家就修止观 止观就是禅 它有小止观 又模仿止观 止就是定 就是此地 净的意思 净止 而观呢 就是绿的意思 它用观 用观好 好在哪里呢 不用心意识 这才叫观 心意识是什么 第六意识 有分别 第七识 执着 第八识 论运象 不用心意识 譬如我们眼见色 我们眼看这朵花 没有分别 没有用分别 没有用分别 也没有执着性 也不落印象 这个时候叫观 如果才有分别 这是莲花 这是红色的 绿色的荷叶 那就不是观了 那你就落到心意识里面去 这就错了 凡夫的知见 诸佛菩萨 六根界出 六成金界 都叫观 真的是直观 直是如辱不动 观是不取于相 不着相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这叫禅定 这个叫经历 不是说 外面境界不知道 那不知道不行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没有用心意识 不用心意识 那你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真心 心意识是旺行的 它用的是真心的 真心对这个外面境界 是真实的境界 那不是虚妄的境界 在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是凡夫 凡夫用心意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祝佛菩萨 也对着我们现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境界相 那他怎么说呢 凡所有相 皆是实相 这才让我们真正明了 静随心转 所以诸佛菩萨 见色闻身 是实相 我们今天 见色闻身呢 妄想 幻想 这梦幻泡影 同样的是 这个境界现前呢 它就不一样了 它用真心 现的境界就真实 我们用妄心 对的境界 就是妄 所以说 相随心转 静随心转 明白这个道理 那个会修行的人 他怎么个修法呢 在心地上用功夫啊 不在外境 在外境 那个不管死 要在心地上下功夫 中门教下 祖师大德常讲 从根本修 根本就是心地 把妄心呢 修正为真心 真心就是不分别 不执着 没有妄想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那个心是真心 其量妄想分别执着呢 这个心就是妄心 凡夫把真心变成妄心 妄心在法相宗里面讲的 就是霸师 霸师五十亿星所 妄心 佛菩萨回过头来了 准霸师成四肢 叫四肢菩提 那就是真心 准阿赖耶为大言尽之 准莫娜为平等性之 准地六一时为妙观察之 准其五时为尘所作之 那转过来了 你要怎么转的呢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就转了 那么你所接触的相呢 那就是实相 实相跟妄想是一不是二 不是说妄想外面有个实相 那你就错了 同样的一个道理 妄心跟真心是一桩四心 不是说妄心外面有个真心 真心外头有个妄心 那你就错了 这是错到底了 所以跟你讲 真妄不二 就是念头上转 转过来了 不但六道没有了 是法界也没有了 你就去如一真法界了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真法界 所以在静里头有律 这个律主要知道 不是思律 思律落到意识地去 这个律的意思是明了 不需要经过考虑的 一切明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实在讲 用静律不如用止灌好 我们更清楚 更明了 意思容易显著 末后这一句 不着不若 不着于痴 实在讲 不着就是不若 做了相 不若就没有了 不若是自信本具的智慧 不是从外来的 不是靠修来的 从哪里来的 从禅定当中来的 你看六度里头 第二是持戒 应戒的定 应定开会 薄弱智慧是从禅定里面来的 换句话说 禅定是亲近心 亲近心其作用 就是智慧 我们凡复的心 不亲近 是污染的心 被污染的 被污染的 然物心其作用 就是烦恼 贪嗔 吃满意 这些东西 亲近心其作用 里头没有这些东西 决定没烦恼 这也说明 佛菩萨跟凡夫心不一样 我们讲用心不相同 要明白这些道理 不若不执着 愚痴当然也没有了 愚痴也不能执着 不但没有这个事 明辞也没有 明是假明 都是世尊 借赢一切众生 方便的设施 不是真实 这是把菩萨修行的六大纲领 说出来了 菩萨从来没有休息 认真 勇猛精进地在做 虽然做不着想 所以他没有疲倦 像行愿评里面所说的 无有疲 同样做一桩事情 他不厌 我们这个世间人 天天做一样的事情 做久了就厌烦了 菩萨不厌烦 他为什么不厌烦呢 他没有遮相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他怎么会厌倦 我们为什么会讨厌呢 做相 你看我每天干这个 他就厌烦了 做相 他不做相 所以他也不会疲倦 也不会厌烦 道理这次 我们对于一个工作 如果很认真努力去做 也能够做得不做相 你这个工作一定会做得非常圆满 是处是法 没有两样 那么下面更进一步 叫你不着吗 不着也不能做 你要做了一个不着也就坏了 你还是做了 当于二十 于着不着也无所处 你那个心才真清净 无量寿经上交给我们修行的总纲领 是清净平等觉 这是交给我们修行的纲领 你依照这个纲领去修学 古报呢 大臣无量寿庄严 大臣无量寿庄严 各位注意事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古报就得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圆满的得到 不是说得到一分 我们在这个世间 福报很有限 得到的是非常非常渺小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就算是几十年吧 你有个房子住 你得到这一个房子 这个城市你没有得到啊 你当个市长 假的 你当个市长 这一个市是你的吗 不是啊 空明而已啊 你并没有真得到啊 可是 这个清净平等觉 那个得到 那不一样 那西方极乐世界 是圆满的得到 你真得到 那绝对不是无分 所以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 这三庄啊 一个得到了 三个都得到了 那我们一般最多的呢 都是从清净心 我们读经 念佛 修行 修什么 清净心 用什么方法修 用这六个方法 不识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薄弱 修什么 修清净心 清净心 就是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定 清净心 心不颠倒 是会 就是觉 清净平等觉 后面那个确子 觉就是心不颠倒 样样清净 样样明打 那么这样是 不拙 也不拙了 下面是 为什么 把所以然的道理 跟我们说出来 大一切法 逼尽口苦 大事通达了 事处事件 一切法 逼尽口 这个注意要晓得 逼尽空 就是逼尽不可得 不可得才是圆满的 真的 这个意思 不好体会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我们没有入波尔法门 我们把一切法都把它分成两节 一个得 一个不得 哪里晓得得跟不得是一桩事情 那你就入波尔法门 跟你说不可得 是你心里面决定不能有这个痕迹 不能有这个念头 跟你说得呢 真的一切你都得到 可是你心里面有个得的念头 你什么都得不到 为什么原因呢 你心里面产生了障碍 这业障啊 如果没有这个业障啊 为什么说一切都得到呢 因为静虚空变法界都是一次性变性的 你的心性是能变的 虚空发界是所变的 能所不二 能所是一啊 你怎么会没得到的 你当然得到嘛 可是你有个得的念头呢 你就得不到 得的念头呢 清净心里头 没有用啊 你还有个得的念头 还 你就得不到 这是四十真相 这是真理 所以心要清净 清净心的得用 不可思议 在华言经称之为大不思议经 什么不思议呢 这个心之体 相作用 不可思议 可是才其心动念 就被污染了 污染之后 那你这个里头就产生能锁 就对立了 那么你的受用就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这通达明了 一切法必尽空 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欢泡影 如露亦如电 映奏如是观 这是佛给我们说明 一切法的真相 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注意再翻过来 看九十一面 九十一面第三行卷十 我们从第五行第二句看起 我把经文念一段 修行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我们就看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是说明 修行般若般若密的这一些菩萨们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 雪立佛尊者 木连尊者 荧光是家世尊者 善心是须菩提尊者 这都是佛的一些大弟子们 他们在佛 佛在这一会里面 跟我们讲般若般若密度 这是赞叹菩萨修般若般若密 我无比的殊胜 这段经文我们念了之后 我相信同学们非常羡慕 怎么个秀法呢 我告诉大家 最简单最容易的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全具足了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里面 具足圆满的 波罗密度 许多人不肯念佛 是没有认识 佛号的功德 他不晓得 不失货 那个没有法子 最好的宝贝摆在面前 不认识 这种人很多很多 世间人认为什么东西 宝贵呢 宝石 金刚钻 摆在面前 这个不得了 没有一个不喜爱的 其实比这个东西更宝贵的太多了 什么东西 故宫不愿的破腾烂蹄 你说摆在这里 你们谁要 没有一个人要 马上就丢掉了 那个才是真正宝贝了 几千年的古物 金刚藏换不来的 内行的人 懂得的人 知道那是宝贝 他的价值超过金刚钻 几个内行人呢 恐怕那些东西摆在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所有人看看 都摇头都不要了 佛号就是如此 真正知道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计的人 真的是不多 真明了了 真肯去修了 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没有一个不成就 而且成就的时候 无比的殊胜 没有人能相比 这些四十 净土圣仙录里面 记载很多 《往生传》里面 也记载很多 就是摆在我们眼前 最近这几十年 我们所见到的 所听到的 不在少数啊 这一段经文 我们我们六说一说 修行般若般若般若密度 什么叫修 什么叫修 什么叫做行 什么叫般若般若密度 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行为 行为太多 佛在经上 把一切众生的行为 归纳为三大类 叫身口意 身 身 所有一切动作 身的行为 口是言语 口意的行为 一神念头 其心动念 行为再多 总不出这三大类 所以用身 身与意 全部包括了 行为有了错误 才需要修正 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如果说的更详细一点 修正错误的思想 间接 言语 造作 这就多包括了 用什么做标准呢 般若般若密是标准 般若智慧 波罗密的意思是 究竟圆满 换句话说 是以究竟圆满的智慧 来做标准 那当然是 最尊最深 没有比这个更尊贵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这个最上最妙 都是赞叹 那波罗智慧 波罗波罗密 到底是什么呢 佛在这个经上 讲的是真多 大波罗经有六百卷 全文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字 二十四本 这个结要是二十四分之一了 语言文是二十四分 说的这么多 归拿起来只一句话 心经上所讲的 无知也无得 这就是波罗波罗密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 无知也无得 讲了二十二年 讲了这么一大堆 结归到最后 无知也无得 无知是从心上讲的 我们讲能现所现 或者是能辨所辨 能现的是心 华言经上所说 虚空法界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能现的这个心 无知 我们今天的病在哪里 偏偏去求知 你只坏了 真心里都本来无知 你天天求知 你不是糟糕了 你的心就坏了 所以修行人 修什么 修定 修无知 无知是真知 这薄弱经上叫薄弱无知 我无所不知 无知是体 无所不知是作用 我举个例子 举个很清闲的例子 我刚才讲的 我们眼睛看这个花 我们看它无知 你看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诸 也没有大妄想 这不是摆在面前清清楚楚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诸 这是真知 薄弱 这就是薄弱薄弱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你有人来问 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这是莲花 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红的颜色 无所不知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是对它的 不是对自己的 对自己的无知 你的心永远清净 平等就 自受用 它受用 它受用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无所不知 不教化众生 对自己 是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不糊涂 不是别吃 所以 薄弱 有提 有用 我们修行人 修什么呢 先要修 无知 换句话 先要修 清净心 清净心 起作用 就无所不知 这个才最妙 所以 居大势力 这个势力 就是我们今天讲 能力 居大势力 就是你得大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下面讲 无等等诸法 能圆满 无等等诸法 能修行一切法 无等等是一切法 你能修行一切法 你能圆满一切法 这个无等等是世出世间法 统统包括在其中 具足一切法 能得一切法自体 自体就是一切法的自信 在有情众生 我们称为佛性 在无情众生 称为法性 这一句就是中文里面讲的 明心见性 能得无等等 这个自体 就是明心见性 下面 这是讲的 像好 正报 一报 正报 像大臣经上讲的 佛有无量像 相有无量好 这是正报 一报 像这个华严经上讲的 华葬世纪 蜜桃经上讲的 极乐世纪 种种庄严 说之不尽 一针庄严 你都得到 你都得到 好 好 感谢观看